- 中間大小食口公 - 巴! 小食口公 山蠟超棒 - 這一局好像羊吃完 - 值班兄弟耶 - 值班兄弟一起上岸 - 耶! - 哈囉,我是查米 - 龍爺 - 鋼魚祭正式開打 - 對,你看今天很大戰杖 - 就是E2的教練訓練 - 而且太陽也很大 - 我們也會來測試一下 - 他們新出的產品 - 新的漱口圈 - 它底下是可以加旋轉亮片的 對 多有一個環 三叉扣也可以 對 三叉扣也可以 然後也幫大家來看一下 一定好用的啦 OK 那就這樣啦 來GO 今天來為大家講解海水路亞根釣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這個釣法就是強調說 因為我今天講的是小根 所以它是以輕鬆為主 然後你其實 說實話像我一樣帶個包包 一隻桿子 其實就可以出門 機動性跟便利性非常好 比較適合一些想入門入亞 或者是它想針對一些港邊 或者是這種朝間帶地形的地方做釣 根釣其實一個統稱 它其實細分下它有 竹架魚 竹架魚釣法 日本流行的梅巴魯 就是一種有點類似石狗空之類的 還有一些底漆根魚 今天就是跟大家講那個底漆小根 這針對一些小石斑啊 也是北海岸這附近的一個 比較熱門的釣法 而且它很簡單 現在來了解一下 底漆魚的有什麼特性 一般來講啊 底漆魚其實就是喜歡住在一些石頭裡面 為什麼 因為石頭裡面有洞 然後他們就往洞裡抓 就是把這個洞帶成它的甲 這樣講好了 如果我是一個陌生人 我突然去你家裡會怎麼樣 衝出來 衝出來 沒錯 他們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有一些 異物進入我的領域 我就去攻擊 其實他們大部分不是說因為肚子餓所以去吃了 我們用路牙這個東西是利用這個魚 它的地獄性去釣貨它 因為我這個 跳到它的範圍 這邊是石斑的範圍 只要這個跳到石斑的範圍 它其實就會去攻擊 或者是去驅趕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就會 糟糕了 這是一個方法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釣法是可能今天 潮汐沒有很好 它的活性也沒有很高 現在很多卵蟲就用下味的方式 就是說最有名的就是臭蟲 它加一些蝦子、氨基酸 用味道去吸引它 但其實說實話 臭蟲這個東西它也是有用型的 它不是完全是靠味道的 大家覺得就要去放著就等 等它咬就好 其實這個是 那你就打沉底就好 不需要再跟著 跟著就是說 今天你的胃 有價位 但是你還是要去利用 鹿牙的一個 大範圍的 手縮的一個特性 去搜索你的魚 這才是鹿的 然後你的鵝 原本就一些泳行 天牙之道 都有點類似天牙的釣法 就是 泳行結合味道 我們來到排泡旁邊的這個 榮山比 魚港旁邊的一個 沙礁混合的地方 但因為榮山比 魚港是不能釣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不會釣那邊 其實這個地形就是 它的膠石會比較 密度比較高 所以他們相對來說 他們間隔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魚體 綜合來說不會太大 因為我們說動越小 動越小 魚體其實會越小 那相對來說 其實他們的數量 一定比較多 這邊是沙礁混合 所以基本上 你沙底的地方 是不太可能有石斑 石斑就是 一個他們會找一些障礙物 去補償的一些魚種 然後裝盃的參考 負荷大概為UL或L 仿車捲線器 像這種吊床淺廠 其實他們最深的地方 可能不到一米 其實一千到兩千型的淺線盃就夠了 大概 在0.4到0.6 上個150其實就很足夠 最大用到0.8 因為跟魚乾一般 像我們家的ROUND MASTER 它的導環比較小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線很粗 其實他們對於拋頭上 他們會有一些 呃 靠不遠的狀況出現 因為摩擦力太高 你想想看我們的 矩緣器 這麼大顆 三線型是這樣大顆 兩線型的 線盃他們的 大概直徑是這麼多 所以他們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跟得上導環上面的一個 依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得懂我講的 因為 子餅是旋轉式的出現 所以你今天你線被越大 它出現的軌道就會越大 相對來說你產生的摩擦力也會越大 然後現在講一下它的吊組 跟一些操作的手法建議 其實根吊常常使用的軟蟲 以捲尾跟T尾為主 為什麼我會用T尾跟捲尾 我用針尾 最簡單的 今天你平收就會有泳型的 基本上就是T尾跟捲尾為主 然後建議一般建議新手來說 是使用平收的一個手法 平收你可以維持在一個泳型這樣 你就不會說跳 從進洞裡就卡住了 這邊石頭你就卡住 但是你平收你不會說在石頭裡面 而且石斑這種東西 你只要經過它的領域 它還是會從洞裡衝出來攻擊 所以不用擔心說 在釣貨上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當然你之後手軟你可以用跳底的方式 這樣你就可以捅得更深入 然後這邊我順便講一下吊組 我順便講這個比較基本的 大家應該也耳熟能指響的一個 德州吊組 然後它的概念就是說 子彈鉛 其實傳統的德州吊組還會加一個擋斗 但是說實話我自己個人使用是可加可不加 加了在撞擊的時候 它會多了一個聲響的作用 去誘惑語 但是如果今天你不加 我個人覺得 雜訊沒這麼多 因為你跳底 訊號會完全反映在你的手上 因為如果剛才玩一個比較質感調 所以我為了讓它雜訊比較低一點 我就不用擋住這個東西 再來是我們HR的 所以改善了很多東西 例如說這邊的 厚的一個順滑度 它會比較順暢 它不再像以前的一代速度 現在會卡卡的 它比較順暢 因為它是採用一個 腿紋針的一個設計 它的扣的方式會更快 而且強度更高 他贏了啦 爸 爸 這什麼啊 喔 持狗弓對不對 持狗弓嗎 對 持狗弓 Yes G5G5 速扣千 OK OK 新款的 然後有加宣傳亮片的 整體來 我自己覺得是落水咬的概念 我也用 迷迷糊糊就中了 好啦 用這個隨隨便便就能中魚 OK 爸 小屎口公 見了第一隻魚耶 全場第一隻魚 再次拿著我上次用的待完蝦蝦 搞不好用待完蝦蝦可以創造奇蹟 不知道好中一隻魚 漂亮喔 林子 也中了一隻大的 而且用你這邊的是 待完蝦蝦 試試看 蝦蝦蝦看一下 20左右 欸 漂亮耶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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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好幾下它就躲進去了 你就中間的掃踝應該就會一招 有囉 潮池果然會有貨 喔 這裡也蠻漂亮的耶 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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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喔 戴魚霸 霸 欸 真的耶 潮池有搞頭 這邊就是 橫的外力騎 對 今天立即登記下來 這裡面 今天魚應該都在這裡面 漂亮戴帽喔 可是要吃得很 很嘴邊啊 OK啦 黑貓 今天的老師釣到了 對 今天 終於有一隻了 十山吧 對 爸 爸 我這隻黑貓很黑耶 很黑啊 所以 你也差不多十山嘛對不對 什麼十山 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那龍野嗎 我們也過去好了 過去過去 來這邊可以連發 這邊可以連發 真的假的啊 可以連發 我來了 這邊已經連發三高了 你剛剛丟那個地方是不是 好 我要走到這麼外面 欸 欸 我們前面真的流 我們這邊是流 我們看到那個白套 剛才要流 欸欸 剛剛有看到紅桿掉了 紅桿 紅桿油掛掉了 又有了喔 喔 這個十八這很吃點耶 喔 小黑貓 黑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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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黑貓 黑貓 喔喔喔喔 有點皮膚 有點皮膚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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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有病啊 喔喔喔喔 一個比一個還不快欸 等你我等你 喔喔 爛 你真的沒有到 十班兄弟耶 十班兄弟一起上啊 呀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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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Two 呵呵 兩隻都長得一樣的 兄弟是不是 呀 很多居民 喔有了喔 有了有了 居民來囉 呵呵 喂你 不是獲得這邊的居民權嗎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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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屠村了屠村 喔喔喔喔 屠村屠 哇 屠村了 小隻了小隻了 小隻了 還可以 哇 直接打水漂欸 呵呵呵 沒有 屠村屠村 屠村 耶 耶 讚喔 讚 有了 漂亮喔 哇 好可愛 非常可愛 OK 小黑貓 嘿 小小一隻 就是要走到最外面 結束了 真的夏天來了 不瞞各位說啊 都曬紅了 超熱的 那如果大家 要釣真的 要做 整個方曬 對 然後今天也我們 也有測試了一下 他們的 新的東西 果然好用 那也很符合就是 在耕魚季的使用 當然還有更多 使用方式啦 那就等著大家 去發掘啦 嗯 OK 那就這樣囉 OK 掰 有了有了 中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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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